大家好 我是齊立峰老師 歡迎收看古文偵探社 這次我們要談的這個核心古文 就是這個求染客傳 求染客傳算是我們這個 課本這個15篇核心古文 唯一篇這個唐傳奇 唐人小說 這個故事呢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也就是講李靜嘛 講這個紅服女求染客之間的 這個發生的在這個出唐的故事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嗯 還好啦 跟現在小說比 畢竟是唐人小說 距離現在也是一千多年 所以可能沒有現在小說那麼好看 我們這個偵探社要解謎的重點呢 就在於說唐傳奇它是一個什麼文體 那有沒有比這個小說更好看一點 小說更好的代表作呢 唐傳奇是這樣 各位如果知道這個中國文學史 他這個治怪啊傳奇啊到這個宋代之後叫 朱公調 然後到明代又叫傳奇 明代叫明傳奇 跟唐傳奇不一樣 然後元代叫雜句 然後清代的叫短句 他其實算是我們的俗文學 這種禮俗文學呢 他的這個小說大概上碩可以講到這個仙情有一家 叫小說家 那真正比較符合小說的體力啊 大概是六朝治怪 那講到六朝治怪呢 各位知道我們趨勢有做一系列這個 六朝小學堂就在談這個治怪的問題 大家也可以再去這個 收看一下 那治怪我們一般說他是蟬蟲小語啊 那所謂蟬蟲小語就是說 他的篇幅比較短 他也不太講那種可能起承轉合有頭有尾 他就講一個事件講完就結束 那相對來說傳奇喔 唐人傳奇他其實比較長 那這個紅麥宋代的這個筆記小說家 他評論唐傳奇他用八個字 他說小小事情哀婉欲絕 那這個小小事情不是說這個事情很小 他只是說他講的只是一個 才子加人的簡單的故事 因為唐傳奇大部分是世人寫的 是這些那個唐代科舉 就是為了考科舉的世人 溫卷之用寫的 所以他們大概都是寫 才子加人的題材 那只是很小 可能就是那種男女之間的感情 但他會寫得非常的曲折 令人動容 那當然各位現在獨位必決的啦 因為就如果講的時間已經過一千年 他的功能相對於治怪 是通常是世人在聊天時 作為談話的素材叫談姿 那唐傳奇是用來做溫卷 所以功能性也不太一樣 這個是唐傳奇誕生的原因 那你可能想說 為什麼唐傳奇可以當成科舉考試溫卷之用 溫卷就是說在考試之前先給主考官看 因為就如我剛剛講的 才子加人的故事 所以他們兩個對話大概都會 中間會夾雜一些詩 那因為唐朝科舉 近視科主要是考詩 所以說給主考官那個老師 這是我寫的詩 他可能想說一堆人給我詩不想看 那你就說老師我這個寫一篇小說 他可能就想說小說我來看一看 然後看到中間有詩就覺得 這個人詩才不錯 所以他這個時候就有機會在科舉得到晉升 那唐傳奇其實 我們過去也蠻多電影是改編自唐傳奇 那各位未必知道 像侯孝賢導演的這個刺客念影娘 他就改編自這個念影娘 那這個無極是陳凱哥導演的 他是改編自一篇叫做昆倫奴這樣子 昆倫奴也蠻有趣的這個故事 就是昆倫 本來是指昆倫山是一個想像的地方 但這邊昆倫奴其實是指黑奴 那有人說這個黑奴是印度裔 有人說是非洲裔 那這個因為我們現在年代比較久遠 所以還不太不太確定這樣 他故事在講說一個公子 他的愛妾被搶走 然後這個昆倫奴走得很快 很善走其實就跑得很快 所以這昆倫奴就去幫他救回來這樣 那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補充的 是我自己覺得很有代表性的 就是被稱為唐傳奇鴨眷之座的 這個杜子村 杜子村這個故事 他時代是發生在洲水之間 就北洲到水草之間 那杜子村是一個商人 他說杜子村經商失敗 然後衣服也破了 肚子也很餓 然後走在長安 天色已經很晚了 他也沒有飯吃 然後他就不知道去哪裡 那然後就仰天長探 就覺得說哎呀 我這個天亡我已 我那麼有才能 我現在居然沒辦法好好發揮 然後這個時候就有一個老人 拿著拐杖走到杜子村身邊 然後就問了他一句話 就是你在嘆氣什麼 男子和大丈夫對不對 在這邊嘆氣 然後杜子村就想說 我在這邊好像遊民一樣 大家都遠離我 只有一個阿伯這樣子過來關切我 然後就開始跟他講很多 就是說感激之氣發育顏色 古文感激是很激動的意思 就是說我以前 有錢的時候親戚都很 就很待見我 然後現在都沒有人理我這樣 這個阿伯講話也很實在 他就聽了那麼多 就是就錢的問題 對那極敏則豐用 多少錢你就夠用了 杜子村就說 大概三五萬就可以 各位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唐朝的三五萬 跟我們現在的三 台幣三五萬哪個比較多 這個陳穎克老師有做過一些考證 那當然我相信是比現在還要更 壁子要更大一點 阿伯就說不夠啊 就我對你的了解 那杜子村就說好十萬 然後老人就說還是不夠 然後就說百萬 老人就說還不夠 然後杜子村就說好吧三百萬 然後這個阿伯就說差不多啦 然後他就先掏出一點錢 就說給紙巾 今天去吃個晚餐 明天五時呢 我在這個長安的西市 大家知道長安有九個市集 很大的城市 然後我在西邊市集的波斯底 波斯人的那個宅地前面等你 把三百萬給你 那你如果沒來就沒有啦 就拿不到了 時間到杜子村就去 果然這個阿伯就給他三百萬 不告姓名而去 沒有告他是誰 這個在我們現在有點像那種 重大樂透的狀況 那杜子村也就是這個心態 就是誒有錢了 盪心腹刺 開始過以前的爽快的生活 成肥依親 肥是指名馬啦 以前是肥馬就是很壯的馬 就在我們現在就是說開名車 然後穿那種名牌的衣服 惠酒圖真思主歌舞於昌隆 開始每天都去什麼金錢報這樣 過著快意的這個浪蕩子的生活 又忘記說他哪拿這三百萬 是要做生意 然後一二年間呢 這個錢就差不多花完了 車馬衣服 易貴重建 對本來是這個開馬沙拉提 現在就是變成開頭又大 然後後來又變成騎U-bike 然後最後就變成走路 對不對 一開始騎馬 後來騎旅 後來騎走路 然後就跟一開始一樣窮 那我中間也截路啦 就是他第二次碰到老人 老人就說 哎呀 姊姊給你三百萬一下就花完 OK給你一千萬 杜子村還沒有拿到紙 本來就發憤就說 哎我這個一定要好好用 然後一拿到一千萬又 心又翻然 對不對 重視之情卻又如故 三四年之前又把一千萬拜進完 你可能會想說這個該不會還會遇到第三次 對果然就遇到第三次 這個故事啊 杜子村在唐傳奇是叫這個名字 他在三言二拍裡面呢 叫做杜子村山入長安 他就在講說他三次遇到這個老人的這個奇遇啊 那第三次又在同樣的地方遇到老人 杜子村也算是有點羞恥心 就掩面而走 那老人呢就拉住他的袖子 就說哎呀搞什麼東西 皆呼琢磨也就是你搞什麼啊 但是也沒有放棄他 就給他三千萬 就說你如果再給你三千萬 你還不好好用 折子平在膏荒以 我們現在都說病入膏荒 他是說平在膏荒 就窮到骨子裡了 那杜子村就說 落魄的時候我親戚豪足 理都不理我 只有你這個阿伯 獨此手三給我 只有你在阿伯三次給我錢 還給我很多錢 我要怎麼報答你呢 他就跟老人說 我拿這些錢我也不去經商了 我就把人間的事處理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做完辦完這些人間事 我這條命就不要了 我就猥瑣熟食 你要我幹嘛就幹嘛 對不對 付湯倒火在所不辭 其實老人到這邊 確實老人有事情要他做 然後老人才露出真面目 就是這個老人呢 他其實是一個老道士 他是個五台山的道士 他就跟杜子村說 其實我要你做的事也不難 就是我要練單 然後你要幫我護法 但是說起來很難 因為你護法有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你不要講話 不要發出聲音 那但是你等一下會看到很多幻覺 比如說惡鬼啊 夜叉啊 地獄啊 這些東西 那都是假的 你就記得一句話 這個我們海濤法師也講過 假的 你眼睛業障重都是幻覺 你不要被嚇倒 就沒有這些事 杜子村就想說 好我要記得這件事 然後這個道士一講完話呢 就馬上千軍萬馬就跑上山上 然後帶頭的人說他是大將軍 然後人馬都穿著金甲 到這個堂前就大聲問杜子村 就說你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 杜子村也很聰明 通常這個你可能就被嚇到 就說我杜子村 他就想說假的 假大將軍不要理他 那中間也有很多試煉 因為我都解錄 這個大將軍就說 我問你話敢不答 給他言行拷問 但他也不講話 然後把他老婆小孩抓來 然後杜子村就想說 假的老婆小孩不要理他 然後老婆小孩斬了 然後杜子村想說無動於衷 然後杜子村終於也被斬 各位我有看過一部電影 就是這個鬼滅之刃之無限列車 就通常碰到幻覺 你只要自S 你可能就會從幻覺醒來 但不是 這個杜子村試煉還沒有結束 結果他被斬了之後 他就魂魄被領去見閻羅王 那這個閻羅王就說 這個是不是在五台山雲台風 煉丹的那個妖民 太可惡 上刀山下游過 然後他就刀山火海都來了一次 地獄十八層都來過一輪 但是他肚子村很痛苦 但是他想到道士講的 好像可以忍耐 他就覺得說 雖然痛 但是我想像他的幻覺 我好像又可以忍耐 所以他就從頭到尾都沒有身影 那這個獄竹就來報告閻羅王 就說已經受獄完畢了 閻羅王就說 這個人太陰險 太可惡 我拷問他就是要聽他身影求饒 他竟然一生不肯 好 他下輩子投胎 不能讓他當男人 要他當女人 大家知道古代就男尊女輩 所以女生確實是受到壓迫比較多 OK 那肚子村就投胎了 就到了一個宋州散富縣王秦家 就是因為他是那個牙女 不能講話 所以他雖然生病也不能說出來 所以被針灸啊 被各種醫藥啊 然後還掉到火上 從床上掉下來 受非常多痛苦 但是他終究遵守跟道士的約定 就是一生都沒有講話 那後來他就長大了 變成一個容赦絕代 但是不能說話的牙女 各位要注意 這邊杜子村已經算是二轉 變成偽娘杜子村 他已經不是本來杜子村 雖然他其實會講話 但是遵守約定嘛 所以還是不能講話 那親戚都羞辱他 但是他都不能說話 他後來嫁給一個姓儒的書生 那算是過得還不錯的生活 就是父親感情也很好 然後他還生了一個兒子 這兒子也兩歲了 所以各位注意 這個時候肚子村又三轉 他變成媽媽杜子村 他從本來的杜子村 變成偽娘杜子村 然後變成媽媽杜子村 那這個兒子也很聰明 他們夫妻感情也很好 但是儒生呢 他的老公呢 一直有一個遺憾 就是說我夫人雖然跟我感情很好 但是一直不跟我講話 然後他就有一天突然就大怒 就是說當年 先秦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賈大夫 長得很醜 他太太看不起他 所以常來都不笑 然後後來賈大夫就表演 設計給他看 他太太才露出笑容 那儒生就說我現在長得比賈大夫帥多了 我的文藝也不用去設計 那你居然不跟我講話 大丈夫為妻所比 安用其子 大丈夫被自己老婆看不起 還要兒子幹嘛 他就抓著他的兩歲的兒子的腳 然後用頭去尻那個石頭 然後他瞬間就腦漿爆裂 然後這個鮮血事件 到這一刻呢 杜子村愛生與心 忽然忘記跟老人的約定 而且他這個愛是媽媽對兒子的 親生兒子的愛 然後他就私生說了一個字 就是這個字唸依 但我相信他不會是依 對應該不是這樣 通常是感嘆詞 我猜只是一個很輕的感嘆的聲音 這樣可能倒吸一口氣 居然發生這種事 就在這一瞬間 他的這個幻覺就結束 老人就從後面慢慢走出來 這個非常戲劇性 到這個老道士阿伯出來 就說你剛剛這經歷 我剛剛都在後面看VCR都看過 對不對 那錯大物語乃如是 錯大是唐宋對世人的 一個那種就是貶意 就是說你這個書呆子 你這個呆子 我被你害了 被你這個害死了 那這個道士就跟他說 剛剛這些試煉 其實都只有一瞬間 但對杜子村來說非常久 你可以想像嘛 他去地獄大概就可能幾十年 然後又投胎成人 又幾十年這樣子 然後都是一瞬間 那經過這一次考驗呢 我發現你的心 母子之心 喜怒哀懼怒物欲皆能忘影 七情裡面有六情都已經可以忘去 但是最後你沒有到達的只有愛 而且不是情侶之愛 不是夫妻之愛 甚至不是父子之愛 是母子之愛 專門是母子之愛 那如果你剛沒有發出那個醫生 我的仙藥就煉成 那我也可以帶你一起呈現 那皆呼啊 仙才之難得也 無藥可重練 而子之生有為世界所容易 所以你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老阿伯 他不是自己要煉丹 他是希望帶杜子村一起呈現 但是杜子村也幾乎通過考驗 但最後一關就是愛這一關 母子之愛這一關他沒有通過 所以通常杜子村這個故事 我們會學界有一個說法 叫做因愛回到 就是說他本來可以呈現到 但是因為這個母愛 然後就沒有通過 那當然我們看這個故事 我們也可以反思看看 就是說一個人 呈現但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連這種母子之愛 就自己兒子在你面前 被腦僵爆裂 但你都無動於衷 那其實你也就是 真的也不像人了 你確實可以呈現 但這樣的仙人 是你想要當的 是你願意當的 我自己覺得他戲劇性 非常強的故事 所以我們來做個總結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六朝自怪到唐人傳奇 其實是差別蠻大的 唐傳奇的故事性 確實是比較曲折 那這個所謂小小事情 哀婉欲絕 就他可能只是一件事 就是一個奇遇 一個仙境 或是材子這樣的故事 但是是他不斷的去轉折這個故事 讓他增加他的那個情感性 增加他的這個故事性 所以我們一般會認為 就是我這邊講第三個 小說在中國文學史裡面 到了唐傳奇 他才比較符合小說的一個特質 那六朝自怪只是有點像史傳 像新聞這樣記錄一件事 到了唐人小說 他真正就是有世界觀 有角色 然後有一個轉折 然後像杜子川這個故事 他游了地獄 然後二次人生 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現在就是拍成電影 你也會覺得說這是一個好像蠻好看 與神同行這樣的故事的電影 這樣子是蠻精彩的故事 那今天我們的古文偵探社呢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